马太福音第十五章 那时有法利塞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 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 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 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 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 这就是你们急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 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做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塞人听见这话不符,你知道吗? 耶稣回答说,凡灾众的物,若不是我天父灾众的,必要拔出来。 认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 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 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 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 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网证,傍读,这都是污秽人的。 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误会人。 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 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魏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 耶稣却一言不答。 门徒进前来,求她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 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那妇人来拜她,说,主啊,帮助我。 她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她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 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钱了吧。 从那时候,她女儿就好了。 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 有许多人到她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她脚前。 她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 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着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 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 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 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 他们说,有七个,还有几条小鱼。 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掰开,递给门徒。 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 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 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四千。 耶稣叫众人散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 给你帮我,保佑老弟ומ艺 比我八 CON drawn Proper的回路上漂亮了的 Seb。 视频 Bod 优优独播剧场 on白鱼 ,得下火丁说明了。 有几条别的空门,这检说明了少一散ena点。